各位观众好 我是一机太太 欢迎各位一位一起分享娱乐新闻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香港的有钱人很多 而娱乐圈内的有钱人也有不少 但并不是每一位有钱人都喜欢高调 就比如现年57岁的DVB艺人邓子峰 别看他在DVB更多的时候 都是出演一些绿叶配角的角色 似乎没有什么很高的知名度 但实际上他的家境非常富裕 完全配得上富二代的称号 粗略统计他的家族资产高达20亿 邓子峰的爸爸邓廷从原始贤和富虎 家族经营空运及海运业务 据悉他的身家早就超过20亿 他还有两位哥哥邓小宇和邓小舟 如今都是香港有名的作家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长大 他从小读书成绩就很好 后来还考上名牌大学 修读会计 邓子峰谈言 自己成熟得比较迟 也不知道将来想做什么 读大学时便修读了比较实用的会计 邓子峰大学时期曾飞往美国留学 大学毕业后他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 于当地的公司从事会计工作 后来他又到父亲打理的航运公司做会计文员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做生意兴趣不大 反而想入娱乐圈 并希望成为周润发那样的实力派 最终家中生意由二哥继承 邓子峰精通中 英 德 法 四国语言 再加上外形高大帅气 笑起来也很有亲和力 是做主持人的好材料 这也为他回香港发展做足了准备 1988年 邓子峰经哥哥邓小雨的帮助下 加入了商业电台担任唱片骑士 并且和黄子华等七位新人 一同主持《密前七先锋》 一开始的时候 他被安排去当主持 跟他做演员的目标有一定距离 所以他有点抗拒 没想到时间长了以后 他竟然真正爱上了做主持 反而不太喜欢拍戏 一年后 他过档到亚史主持清晨节目《亚洲早晨》 当时亚史高层希望他能转型当演员 可他对拍戏的兴趣不大 所以在一次偶然机会下 他选择跳槽到TVB 没想到TVB与亚史的意见一致 更直接安排他参与电视剧 1991年 邓子峰参演了加入TVB后的第一部电视剧 《横财三千万》 第二年他又参演了《一号皇庭》 西装革履的形象十分适合他 后来他经常饰演穿西装的专业人士 及《飞机师》等角色 曾有份出演《使徒行者2》、《冲上云霄》、《雷霆扫读》等 虽然没什么代表作 但他凭借着和蔼可亲的角色形象 令观众对他印象深刻 私底下他真的考取了小型飞机驾驶执照 有300小时飞行经验 更是香港飞行协会会员 香港航空青年团长官 因此他会经常架飞机到处飞 在全市冲上云霄的飞机长时 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不得不承认 自从他过档TVB后 主持才能被发挥到极致 除了偶尔参演电视剧外 他经常为无限担任大大小小节目的司仪和主持人 像《香港早晨》、《欢乐清宵》、《台庆》等节目 还有每年的新春、端午节日的电视节目都会出现他的身影 加入TVB至今31年 仍被公司安排做主持人工作 可见他在四一届相当有分量 邓子峰不仅事业平平淡淡 感情生活上也特别低调 他与太太是在美国读大学时认识 至今已经41年 从邓子峰公开的家庭旧照中 可以看到邓太太年轻时美貌出众 颜值非常高 一点不输娱乐圈的女明星 邓子峰也表示 刚认识妻子时 她被很多人追求 竞争很是激烈 现在回想起来 整个过程都很开心 她脱颖而出 抱得美人归 可见也是有些魅力的 她的圈外太太平时十分低调 鲜少露恋 可深挖背景才发现 其太太原来出身于演艺家族 姐姐是李家鼎的前妻师名 阿姨是黄瞻前妻华娃 可想儿子颜值有多高 邓子峰出入行拍电视剧电影时 当时还是女友的太太觉得很有新鲜感 也曾想过进入娱乐圈 不过很快有打消了念头 反而继续专注于会计行业 两人拍多多年才决定结婚 结婚不久就有了小孩 随后生了两胎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儿子 一家六口过得相当幸福 两人相恋四十年仍恩爱如初 问道有什么相处之道 邓子峰谈言 最重要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 不用什么事情都一起做 谈到四名子女 邓子峰说道 那个年代很少一人生这么多孩子 自己经常被媒体说是多载工 夫妻俩都喜欢小孩 本来就计划多生几个小朋友 但生双胞胎是意料之外 一眨眼 两夫妻的长女已经27岁 遗传了父母的高挑身材 五官也颇有超模的感觉 如今正任职摄影师 去年 她们的二子三子刚好大学毕业 而22岁的小女儿今年也准备毕业 四个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投身社会 财政单子自然减轻了很多 据了解 她以往供两子一女读大学 每年至少要六位数字 如今她出了娱乐圈事业外 还有不少副业 可以说是轻轻松松实现了财务自由 由于家里没有生活压力 几个子女都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就业方向 一个儿子读电脑游戏设计 一个读金融 虽然因为疫情很难找到工作 但是两兄弟做着坚持也足够自己花 唯一肯定的是 四个子女都没有兴趣跟随爸爸的脚步进入娱乐圈 之前也提到了 邓子峰的出身很好 父亲邓婷从上世纪50年代 从贵州到香港 之后成功经营了空运与海运业务 发展越来越大 在每家都建立了分公司 目前家族资产超过20亿 可惜邓子峰对家族产业没有兴趣 目前家族产业由他的二哥接手 他就选择了做自己喜爱的广播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邓子峰虽然没有继承家业 但是家业是父亲邓婷从所创立的 他多少也占有股份 只要家族企业蓬勃发展 他每年的收入不会少 所以TVB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 轻轻松松邓子峰就是在形容现实生活中的邓子峰 因为在很多人眼里 邓子峰就是很轻松生活的一个人 衣食无忧 不争夺名利 没有生活上的压力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月18日 据港媒的报道 邓子峰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了多张自拍照 意外曝光豪宅内景 事业成功的他私生活很是低调 难得公开自家住所 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近照中 邓子峰穿着居家服出镜 打扮简单但难掩气质 已经61岁的他 皮肤紧致少皱纹 身材挺拔没发福 状态大好 风采不减当年 虽然非常的有钱 不过他从来不炫富 平时生活很节俭 据悉 他的座驾是一台开了27年的旧车 车辆开了那么多年 仍保养得很好 外观不算太残旧 去年受不可抗力影响 一直从事主持人工作的邓子峰 大部分主持工作都停掉了 而他创办的教育中心也暂时关闭 那段时间没工作的他 便带上在放假的双胞胎儿子现身商场逛街 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曝光的照片中 留着标志性短发的邓子峰 穿了一身过膝长外套 打扮十分有形 他戴了口罩 遮住半张脸 身高1米85的他 站在人群中依旧抢劲 这次陪老爸逛街 双胞胎也很有耐心 他们先是跟着爸爸去买日用品 买完东西后 三夫子知道能抽奖 奖品是一辆价值近40万的汽车 于是折返去买更多的东西 希望能多个机会 之后 三夫子来到服装店 再逛了一会儿以后 买了几件衣服 他们买的保暖衣 只需要79元一件 价格相当实惠 买完东西后 他们就回到抽奖区填写资料 邓子峰出生于富裕家庭 家族资产达到十几亿人民币 但他生活并不奢侈 反而很普适 为了多一个机会抽奖 来回折腾了那么长时间 以及买便宜保暖衣 真的很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对于子女的教育 邓子峰也很接地气 一直以来都要求他们脚踏实地 而不是靠家里 之前 邓子峰就曾公开说过 自己不会为孩子们买房子 以邓子峰目前的条件 他若是要为子女在香港一人买房 不能说很容易 但也不是不能做到 但是他很坚决不会这么做 一方面是认为香港楼价高的离谱 不值得在此地买房 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驻足香港 有机会多出去看看世界 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 邓子峰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而有这样的理念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邓廷从在世的时候 曾经在贵州建立教育资金 资助贫困家庭优秀子女完成大学学业 鼓励他们走向世界 邓子峰一直很受到父亲的这一理念所鼓舞 这也使得在对自己下一代的教育上有这样的方向 出身富贵 家庭环境极好 但邓子峰却选择的是低调的人生 一句话轻轻松松邓子峰带有调侃的意味 却也无不是邓子峰真实人生的写照 说到底其实还是心态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邓子峰这样的人生也是旁人羡慕不来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分享